大家好,我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太语教研室田林 我们一起来学习太语语音第十讲 在本讲中,我们将要学习最后一个高福音 然后我们对高福音的特点进行一个小节 今天我们还要学习单元音的最后一组 然后我们把单元音也进行一个简单的小节 首先我们来看高福音好 它的读音要点是舌身后移,喉头肌肉缩紧 呼气与声门摩擦发声 它的发音类似于汉语拼音中的喝 请大家跟我一起读 好 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写法 同样,我们从左侧的小圆圈起笔 顺时针画圈竖下来 撇过来再画一圈竖下来 上下都是顶格写 大家也可以参考这样的字体 可能会更接近手写体一些 好的 这个和呢,我们会称它为 和hip 和hip hip 这个词指的是箱子 这样的意思 那么学完了最后一个高福音 我们对高福音进行一个小节 高福音一共有十个 分别是 请大家回去以后 把每一个字母的读音和写法 再进行巩固和记忆 接下来是高福音 与长短原音的 拼写规则 高福音与长远音 拼写一共有三种音调 首先是不加声调的情况下 它本身就读五声 这一点和中福音不同 中福音不加声调读的是 一声 高福音不加声调读五声 在加二声声调符号的时候 读二声 加三声声调符号的时候 读三声 我们注意高福音 一共只能读出 二三五 这三个音调 一声和四声是 没有办法发出来的 高福音与短原音相拼时 读二声 这一点与中福音是完全相同的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最后一组单原音 口唇员形 舌后部稍抬起 最重要的一点 它是口型要比哦要小 这两个 这两组单原音 发音的都是原唇的发音 但是我们注意 今天我们学的这一组 口型要比较小 哦哦哦 而之前学的这个 则是读作 哦哦哦 希望大家能够做好区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组原音的写法 同样的 短原音是 加了一个短音的 啊 在右边来区分 长原音的部分 左边是一样的 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从圆圈起笔 呃 写在下格线上 顺时针画圈 竖上去 超出上格线以后 横过来再回来 啊 注意上半部分是 超出了上格线的 下半部分顶格线 短音的情况下 右边是短原音 啊 中间写笔音 而长原音的话 笔音写在它的右边 好 那么最后一组单原音 我们也已经学完了 我们来一起朗读一下 单原音一共九组十八个 分别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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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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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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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这个圆圈 同样也是代表辅音的位置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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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比较容易混淆的几组 比如说 呜呜和呜呜 这几组希望大家能够做好区分 接下来我们进入拼读练习 高辅音好长远音啊三声声调符号 整体我们读作哈 哈 哈 嗯 它也是泰语字母五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第二个高辅音好长远音呜 拼读起来读作虎 虎 它指的是耳朵的意思 最后一个 中辅音 到 短缘音 哦 加上四声声调符号 读作 到 到 啊 同学们还记得的话 我们之前说过 中辅音与短缘音相拼 读二声 一般不加声调符号 啊 但是有一些词是在此之外的啊 是例外的情况 比如说这个 中辅音与短缘音相拼 加上了四声的声调符号啊 那么加上声调符号的时候呢 我们就按声调符号来进行拼写就可以了 整个词读作 都 都 啊 它是桌子的意思 请同学自己朗读一下这三行音节 我们来看第一个 请注意区分 呃和呃的区别 呃和呃的区别 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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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 哟 哟 整体读作 大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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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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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说法 这个溜 我们看到它整体读的是四声 塞指的是左边 塞 滑指的是右边 滑 溜塞 连续的两个四声的发音 可能会听起来有一些别扭 但是我们要尽量把它发准 溜塞 左转 溜滑 溜滑 右转 好 本讲的内容就到此结束 再见 Sawadikrab